王日華太太梁傑華 王日華太太梁傑華 上月底因為器官衰竭離世 6月13日設靈 靈堂以全白色佈置 擺滿白色鮮花 正宗放了梁傑華穿藍白色衣服的照片 面露微笑 屏幕亦不斷播放她的照片 靈堂外放滿製品 包括一座三層高的紙紮別墅 由女兒王子晴製作的紀念冊裏 有王日華寫給太太的信 寫道 有幸地娶到你 是我一生中做得最成功、最驕傲的事 之後都有子晴寫給媽媽的信 寫道 由你當我的母親 我成了全世界最幸福的女兒 紀念冊還放滿家庭照 和梁傑華的語劇造型照 圈中好友劉德華 曾智慧等都有送上花牌 華哥在女兒陪同下接受訪問 此心情還未完全平復 睡不到我在所難免 始終你都要一段時間 去適應和改變回以後的生活 是怎樣 現在最大的目的就是 幫太太做一個最漂亮、最好 大家都看到很喜歡的喪禮 華哥指太太生前最大牽掛就是個女兒 她最大願望就是來 我會好好照顧她 我也有答應她 還有 其實我自己有想過 之後如果有空一點 可能會幫她做大戲的展覽 一眾圈中好友都有來悼念 身為五虎的劉德華 除了送花牌 也有帶太太朱麗線到場 雖然沒有停下接受訪問 但也有揮手打招呼 華仔留到儀式結束才離開 離開的時候拖著太太上車 同樣是五虎的苗橋偉 就說這段時間有見好朋友 跟黃逸華同為明星足球隊的譚詠麟 讚好朋友堅強 陳百祥就此和梁傑說以前是歡樂今宵同事 他說心情當然會有些忐忌不開心 另外到場的還有林文龍郭可迎夫婦 胡楓 羅蘭 胡幸宜夫婦 胡定欣 張繼聰 鄭安琪夫婦 羅家英等等